同志们啊,大家早上好 今儿给大家聊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中国已经习惯了 让孩子干这个,不让孩子干这个 每天下了学 上学,之前就让他好好学习 下了学也让他回来做作业 但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完全变了 回来没家庭作业 上学呢,早上八点半送过去 下午一点半就放学了 回来还没作业 这么教孩子 确实也让我有点不适应 飞机过来了 那现在我怎么用美式的方法在教孩子呢 是这么做的 就是我给每个孩子在来美国之后一人买了一个iPad 我们家老三当时候只有四岁 老大也只有九岁 老二六岁 给他们呢,一人一个iPad 这个通过一年的使用iPad呢 他们的操作速度啊 超乎我的想象啊 非常的 玩得非常的溜 当时候给他们买iPad的想法呢 是说别让他天天问我要手机 估计你们有孩子的也有这个 这个一样的经历 孩子天天问你要手机玩 然后你呢给他规定的时间 让他玩多久 不让他玩多久 或者甚至拿来 让他玩手机来 电像跟他去交换学习时间 那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 我近期又给他们每个人配的手机 除了配手机以外 还没给每个人配的手机号 建立着他们的账号系统 我的逻辑呢是 如果一个孩子 他如果的